我们的荣佛州社青团团长陈红斌同志 荣佛州社青团周伟曾江恩同志 百合花园支部主席萧宇轩同志 各位同志 各位久后见的同胞们 大家晚上好 那么很开心 今天晚上能够看到这么多的同胞们出席 我们今天晚上这个梦幻战车3.0的讲座会 那么在我开始演讲之前 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 在新年之前 我们的国阵政府 大派人家说 有些人说是大选的糖果 有些人说是新年的红包 500块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拿到这个500块 没有啊 那么其实我要讲的是 有拿到的朋友 你也不用开心 没有拿到的朋友 你们也不用感到很难过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今天国阵政府 会给我们这500块 那么他们要的 只是为了什么 为了一个想要多一个 5年执政的机会 他们要这500块 再要求我们 给他们多一个5年 那么有拿到的朋友 你们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算过 今天你拿到这个500块 除以一个5年 一天是多少钱 一天只不过是区区的两毛钱 那么今天 现在的社会 这个两毛钱 你可以说去咖啡店 连叫一杯百开水的钱 都不够 对不对 所以根本是不需要感到开心的 那么我们的新年 刚刚过完嘛 现在大家都知道 东西不断的起价 新年的时候 有去巴刹买菜的朋友就知道 你去买一条 一尾那个白鲜鱼 一公斤要多少钱 一公斤要140块 一公斤的白虾 你要80块 那么其实 他派这个新年的红包给我们 500块可以说是 那么的微不足道 你吃一餐还原饭 搞不好就已经完了 那么国阵执政55年 有人讲 我们的政府根本就不了解 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 其实我讲 他不是不了解 我们人民到底要的是什么 只是因为我们国阵政府 贪污 腐败 滥权 害了我们老百姓 那么的辛苦 其实我们要的很简单 在马来西亚 我们的天然资源那么的丰富 我们的水 我们的电 本来就是应该属于我们国家的政府管理的 可是今天 我们的水电都私营化了 那么私营化的情况下 就是肥了这些盆党 穷了这些人民 我们今天天气在马来西亚 我们是没有事迹的 从年头到年尾都是夏天 今天天气很热 我们想要开冷气 你还是想要冲凉 你就觉得 你就想到昂贵的这些水电费 而且你们知道吗 我们如佛州的水费 是全马来西亚最贵的 所以你们想不想像我们雪兰儿的明年政府一样 我们有免费的水 你们要不要免费的水 我们要的就是这些便宜的水电费 我们明年承诺 我们人民宣言也有提到 如果明年执政的话 我们将会降低这个电费和提供免费的水 还有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我想在座很多人都很喜欢去旅行 我不知道在座你们死不死欢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去旅行 可是想到你们当你们想到要去旅行的时候 你们会先想到哪里 今天如果你有钱 你想要旅行你会先想到你要在本地旅行 还是你要买飞机票出国旅行 那么其实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国家 有东马有西马 西马我们从北从南到北 槟城霹雳以保吉隆坡 我们这个东海岸还有光丹 还有丁加农 我们国家是很多的这些旅游圣地 其实我问过很多身边的朋友啊 住在全马各地的朋友 当我问他们你们有没有到过新山 或者你们有没有到过别的州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告诉我没有耶 我只在我自己的住的这个地方 那么为什么呢 其实除了没有时间之外 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今天我们驾车要出去 我们过多要给过路费 我们驾汽车出去也要给车油 那么除了没有时间之外 从一个地方驾车到另外一个地方 比如说从新山到玻璃市的黑木山 过一个多就要109块半 一趟109块半 来回就要210块 这个只是这个过路费而已 再加上汽油的话 可能来回一趟要500块 那么今天可能你会这样 我又没有要到黑木山这样远啦 我到吉隆坡就好 那么同样的你到吉隆坡去 来回也要两三百块 不小心你今天开快一点的时候 你还会终于在三万 可能就再多加一个300块 那么我们出门还没有玩到 就已经花了那么多钱 结果今天很多人就会选择什么 选择廉价航空 因为 everyone can fly 今天搞不好我们廉价航空 很多这个promotion 还可能你会拿到这个免费的机票 所以为什么我们还要把 拿钱来花在这个过路费身上 过路费上大家都买机票出国去玩 那么如果今天我们明年政府 明年其实我们承诺 如果我们当政府的话 我们执政的话 我们会废除这个南北大道收费站 那么当废除南北大道收费站的时候 我想大家都会多多留在本地旅行 今天我想要到马六甲 我就去马六甲 我想要到吉隆坡 我就去吉隆坡 我想要到槟城 我就去槟城 因为我们根本都不需要担心 要给这么昂贵的过路费 那么当我们留在自己的国家的时候 我们的钱也是会留在我们的国家 不会外流 那么同时也可以促进我们国家的经济成长 所以我们明年承诺 如果我们执政 我们会调低水电费 我们会让这个汽车降价 汽油降价 到时候汽车汽油降价的时候 运输费也自然而然的会降价 运输费降价的时候 其实百步也会降价 因为这是一连串的问题 所以这些加起来 其实远远的胜过我们国阵政府 55年来只给我们两次的500块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国阵政府 没有办法给到我们的 我们的副首相还大言不惨的告诉我们 如果这一次大选 我们再支持国阵的话 他会给我们1000块 他根本就是把我们人民当作傻瓜 对不对 那么以前当我们提到这个政治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就会讲 政治这种东西是男人 在那个咖啡店车大泡的时候 谈的话题 可是今天不同的是什么 我想大家在场也看到很多的女性同胞 来听我们讲座 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妇女一起站出来 一起关心政治 一起讨论政治 包括我们每个星期我们Johol Jaya的这个服务团队 在星期二的巴烧马朗和星期天的这个早市做服务的时候 也是很多的妇女主动上前来跟我们讨论政治 他们主动上前来买火箭炮 主动上前来问我们这个选民登记等等 这些是很值得我们去鼓励的 因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妇女站起来 就好像我们去参加集会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妇女 她们放下她们的家庭 带着她们的孩子一起走上街头 其实我想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今天我们一向觉得妇女是以家庭为重 为什么今天妇女会放下她们的家庭 走出来跟我们一起关心政治 我想大家心里都有数 因为我们再也没有办法忍受这个贪污 滥权腐败的政府 那么今天是3月6号 大家都知道再过两天就是3月8号 3月8号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除了她是我们3月8号妇女节之外 她也是5年前308大喊笑的纪念日 当年就是5年前308 国阵政府她失去了五个州政权 其实是因为很多都是因为我们当我们人民开始醒觉了 那么3月这个妇女节的设立 也是因为当时在一百多年前 有一万五千名妇女 他们在伦敦他们走上街头他们高喊着面包与玫瑰的口号 为什么喊这个面包与玫瑰 因为他们要捍卫 捍卫他们的这个经济保障 还有生活质量 他们要求缩短工作时间 他们要求增加工资 他们要求享有这个选举权 那么另外在俄罗斯 1917年的时候俄罗斯革命当时妇女也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这些妇女他们站出来一起霸动一起革命 所以我们今天千万不要小看妇女们的力量 那么今年联合国妇女节的主题是什么 妇女节主题是 Promise is a promise It's time to stop violence against women 华语的意思就是说承诺就是承诺 停止对妇女的暴力 那么其实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们国家的妇女部长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人 因为他同时要兼顾妇女部长 又要同时兼顾首相 他要同时兼任我们国家的财政部长 那么如果今天我们的妇女部长 他做得很好的话 我们没有话 无话可说 可是今天我们的妇女部长 他不止没有帮我们女性 捍卫我们的权益和利益 他更在去年的妇女节庆典上 全国妇女节庆典上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的妇女 已经达到了这个女权 已经得到了女权的平等 不需要女权运动的这个言论 所以我呼吁更多的姐姐妹妹们 我们应该要一起站出来 我们要一起带领改变 让更多的女性代表可以进入这个中议会 国会帮我们争取更多的福利 帮我们争取我们的利益和争取属于我们的权利 那么这一届大选 其实妇女们一起站起来 我们一起站出来 我想身为人为人父母吧 我们都是很想要我们的孩子可以过得好 同样的我们妇女们 包括在场的各位来宾 我们也是想要我们的同胞们 可以在一个比较很好的这个治安环境下生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很多人讲新山 新山人没有被抢过 就不叫做新山人 那么其实这个这样的一句话 对新山人而言来讲 一点都不需要感到骄傲 因为这是真的是非常丢脸的事情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同胞们 可以安安心心的走在路上 今天我们的小姐女士们 走在路上拿着手提袋 我们不要提心掉档 把那个bag抱到紧紧的 担心下一秒钟 一个motor film飞过 bag就不见了 我们希望我们开店做生意的朋友们 他们可以真正的开门做生意 而不是好像现在很多的店 因为治安败坏 需要装上这个自动上锁系统 如果有人来 尤其是带着钢灰的人 他要进来你的店 你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你在想这个人 不懂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还是不要开门 等一下他进来打抢我就完蛋了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这个我们社会治安败坏到这种程度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还是 我们还要我们的同胞们 在买屋子的时候 可以安安心心的去选择喜欢的屋子 而不是像现在 你一定要找一个 可以有保安系统 保安的保卫的 那个guarded的 才叫去买那些屋子 我们要的是 我们同胞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良好的工作机会 我们要的是我们同胞 在一个没有毒的环境里面成长 那么暂停一下 JGX11273 JGX1273 JGX1273 你的车阻碍了交通 麻烦你离开一下 好 各位同胞 除了妇女对我们的政治 有所改变之外 其实在场我们也看到 很多的年轻人 年轻人其实在这一次大选 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去年 选举委员会第三季度 就是SPR 第三季度的报告指出 这一届的大选 有42%的投票权 是落在40岁以下的年轻人的身上 所以上一次的308大海啸 年轻人的改变的决心 让国政失去了五个政 五个州属 那么我们年轻人 对国家都感到非常的失望 对经济不佳 人民辛苦的问题感到非常的不满 所以我们想要改变的决心 是非常强烈的 马来西亚的改变 就是在这一次的大选 有一些合格的年轻人 可能你会想 我在外国工作 今天多我一票不要紧 少我一票也不要紧 今天我没有回来投票都没有关系 其实我们想要呼吁的是各位 回去提醒你们身边的朋友 你们的家人 你们的亲戚 这一次的大选是非常关键性的大选 我们国家的未来就掌握在我们手上 我们不要让这些幽灵选民 不要让这些外劳来决定我们国家的前途 我们要好好利用我们手上的这一票 所以你们一定要叫你们身边的朋友们 回来投票 那么今天 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 今天你睡醒的时候你可以选择 我今天要躺在床上 继续睡继续休息 还是我要起来开始一天新的生活 同样的 这一次的大选 我们也是有了选择 我们要选择 让我们国政政府 继续贪污 继续腐败 继续滥权下去 还是我们要选择 给明年一个五年执政的机会 让我们明年的百日新政 让我们明年的人民宣言 让我们明年的妇女称敌书 把我们的马来西亚同胞 带下一个更民主的社会 那么 各位同胞 今天站在这辆梦想战策上面 其实这辆战策 他在这个不只是我们行动党 不只是我们明年 想要改朝换代的梦想 其实他是在这我们全体马来西亚同胞 想要改朝换代的梦想 我们不要再让我们国政政府继续贪污 继续滥权 继续腐败下去 我们要 我所谓 国家 国家 有国才有家 我们要有一个幸福的家园 我们就要有一个 完整 一个好的政府 我们 不要我们10年后的时候 我们的孩子 问我们 为什么 我会活在一个 这么烂的 国家里面 我们要的是 我们10年后 可以骄傲的告诉我们的孩子 今天 我们国家 可以变得 就这么好 就是因为当年 10年前 我手中的这一票 打倒了这个国阵 让我们国家 今天10年后 才有那么 一个安定的国家 人民有良好的工作机会 孩子有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 和一个美好的未来 大家说好不好 好 那么最后 身为 柔国在野服务中心的主任 我想要借助这个机会 感谢我们全体的统治 过去一年的付出 他们每一次都 为我们 无限量的付出 包括在场的布置等等 每一次都是他们辛辛苦苦 不计较为我们来 大家才可以在这么舒适的环境下 听这个讲座会 那么我们更加要感谢所有 利林的来宾 因为有你们的支持 我们整个服务中心的同志们 才有动力 继续为大家服务下去 所以 希望在这一次的大选 各位来宾 用你们手中的这一票 把这个国阵 这个坏的政府 给打倒 让我们明年 和我们明年 一起同心协力 让我们一起来 告别腐败 改朝换代 谢谢大家 还有我们的目标 我们下期间